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月以来最大幅度的买超 所以接下来谁的力量强 无论如何台股万钱就是进入了震荡期 大家系好安全带如何布局耐震股 今天专家来告诉您了 但是挥达公布完财报之后 股价持续的冲高 我们的AI概念股好多日K连黑 怎么一会是今天专家前线独家教学 告诉您手中如果握有这些股票 要怎么卖哪时候卖 最近好多人在问 很多的银行推出了台币存款 喊到了高利定存或活存 无论如何8% 甚至于推出了美债的ETF 大家买爆了 到底哪一些的机会 哪一些的玄机 今天专家来大破解 今天休假日很感谢三位专家 提前为大家为明天的台股来做功课 首先邀请到圣洁老师晚安 主要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晚安 机长晚安 主要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玉衡晚安 主要好大家晚安 台北股市昨天盘中大跳水 怎么一回事可能是出货 还是可能是洗盘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涨跌互建 万绿从中一点红 特别值得注意大家在看苹果 怎么说呢 苹果昨天的股价盘中突然急拉 市场解读是因为这个消息 苹果可能放弃 研发了长达10年的电动车计划 怎么一回事因为彭博报道说 苹果的营运长 以及负责电动车计划的技术副总裁 发了一个内部信给员工 里头写着说 电动车计划将要逐步的结束了 特别是他们有个特别项目组 这个项目组主要是 做汽车团队的员工 他们说这些员工将转到AI部门 专注深程式的AI 于是消息一出 苹果盘中急拉 圣经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这件事情 对 大事大条了 是 研发了10年 算是苹果有史以来 除了上一代的手机之外 最大最大的一个计划 现在喊停了 如果彭博的报道是真的的话 这件事情对电动车 对苹果 对AI 将会有哪些的蝴蝶效应 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 那其实 苹果会把这个东西停掉 你如果从技术面 从成本面 从市场面来看 真的叫其来有志 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电动车是苹果的强项吗 不是 当然不是 技术层次 包含是锂电池的技术 包含自驾的技术 苹果还没到 那成本10年 它从2014年到现在 10年花了数十亿美金 数十亿美金 对 连一个小金基都还没生出来 最后这个市场 其实你看 最近特斯拉股 就会什么意思叠 它从南海市场 从比亚迪 进入这个市场之后 变成了鸿海市场 所以现在苹果 准备在这个市场退出来 我觉得是起来有志 但昨天二二八之前 台股先给大家一个震撼教育 盘中短短半个小时 跌了两百多点 原来三大法人卖了一百九十九亿 但是国家对境来互盘了 昨天关股买了四十六亿元 今年一月十七号以来最大幅度的买超 来台股可以打一下 先老师 您觉得台股在接下来会怎么走 三月的震荡会不会更大呢 好 我觉得祝华刚刚讲到一个关键是 一月十七号 就是我们的游标就指到一月十七号 这一天喔 这一天 看到没有 其实就是这么厉害 就是一月十七号以来的最大买超 那它一月十七号买了之后 其实很像股神一样 它这个一路往上走 那这个地方当然买了 我们没有说期待说 它能够继续往上走 但是这到底是一个什么 政策性的一个宣誓 所以它告诉你三个字叫做 有我在 有那么一点点护盘的味道 但大家想说这么高的位置 为什么要护 其实你看日线图 你看不出所以然 这个跳空缺口 这个是熔年的跳空缺口 你在这个日线上 它是一个跳空缺口 但是旧而言 它叫三合一的跳空 为什么叫三合一 第一个是带量 第二个是突破 第三个呢 要看周线 它是周线的大景线 这个很厉害喔 这个什么叫周线大景线 因为这个地方是什么 就是去突破历史新高的位置 它是不是这里画出了一个左肩 一个底部 一个右肩的做一个跳空缺口 所以如果这个缺口 真的叫周线的大底的话 理论上这个三合一的缺口 不应该做回补的 好所以关股在里头 以及这个缺口 能不能让大家为三月的行情 吞下一颗定心管 但无论如何台股进入了万九 进入了震荡期了 郑林老师 为什么说布局 耐震股才是王道 什么叫做耐震股 怎么选 OK 我想耐震股有几个关键点 有四个条件 我们一一跟大家来介绍 第一个条件一 指数的震荡过程 个股底部越电越高 其实这个你发现 很多后来的标股 通常都是这样 就大盘震荡 你股价却是越电越高 指数跟个股 你可以相对的比较 第二个同族群的指标 飞龙在天创始高 最近创始高了真的很多 但是呢 你发现同族群里面 还有叫耐震股 它是相对落后 那举例好了 很多现在 包含是晶圆代工也好 包含是封测也好 创始高的其实非常多 都在始高震荡 但是落后的封测的 足底向上的 感觉上就值得留意 所以这是条件二 条件三 这个大概是朗朗上口 这个叫什么 业积低积期 股价低位皆 今年大转积 这个刚刚花灯节过了之后 绕绕这个口令 是意思说 今年看起来是去年是低积期的 那股价好像还没有涨到 今年大转积 那你说怎么样去观察呢 亏损越来越少 你说现在很多股票 越亏涨越凶 但是其实不对 它是亏损越来越少 大家认为说什么 接近损益两平之后 它可能未来 有损变益的时候 它股价往上走 那什么会是领先指标 我提示一下毛利率 你如果看毛利率已经慢慢往生了 它有一天毛利突破之后 那它就怎么样 油亏转盈 甚至营收 营收透先机 一月份营收缴出了 如果说它的年增率缴出来了 那今年转亏为盈的几率就大了 所以我觉得条件三 就是业绩百第一 那它有一些转积性 那最后股价周线逐大底 大盘都逐大底突破了 那如果说个股 它还是逐大底 日线多头排列 那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格局 那操作观念怎么样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出什么高档的喷出股 当然你不用说一下出光 你可以大概它在震荡的过程 逢高做一个卖出 那进什么 进低档的耐震股 我觉得这是一个 目前操作就是高出低进 而且出什么 出创始高的嘛 那低阶什么 低阶阶还在低位阶的个别股 我觉得比较好一点 好这是我们接下来进入三月份 一个操作的奥义 高出低进 这些看起来很简单 你要自己去找营收 然后自己去找这技术现行 很难 除非你有像圣洁导师 一个专业的团队 来今天请圣洁老师 帮大家细细的挑出来 接下来有哪一些的耐震股 好耐震股 我就几个族群来跟大家讲 第一个叫埃西风测 那你说埃西风测 有一些族群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真的 这里我分成喷出股 跟耐震股 什么叫喷出股 大概创始高的 你可以叫它喷出股 比方讲 日月同控好了 它是风测一哥 大家都知道 它是始高拉回 近一年涨了41% 哇这涨很 算没有很多 但是至少涨了四成的 细格我们叫做什么 记忆体风测 也是始高拉回 那是什么 也是涨了大概40%左右 最后像晶圆电子 其实这些都是大的股票 晶圆测试 也是始高拉回 它是涨了125% 它涨幅是比较大 大股票可以涨这种幅度 不简单 对这是喷出股 那你说喷出股 坦白讲我个人讲用看的 那你说有没有耐震股 我举例什么 3372的典范 你说典范 它是赔钱0.69% 我特别提一下 典范事实上 它已经公布 去年第四季的EPS 它最后大概是 亏一块钱左右 你说它亏一块钱 很恐怖 但是大家来看一下 它有没有转机性 这是我要跟大家提的 第一个 它是记忆体风测 没有错 记忆体风测 历史高还有多少 这个都创下历史新高了 它离史高还有70.8% 它的史高是70.8元 大概还有75% 所以它离史高还有75% 人家都在创史高 代表它是低位阶 好 那你说它在做什么 它是做先进封装的55% 所以它不是做那个很low的 它是做先进封装 所以它具备了什么 转机性 而且它另外一个叫导限价 所以先进封装 导限价同步回温 那重点来了 业绩有没有缴出来 我讲说你要嘛先看营收 1月份营收 8000多万年增62% 年增62%有缴出来 1月份营收 但是我们有去算过 它的损益两瓶在哪里 8500万 那大家看一下 8041万跟8500万 是不是很接近 假设它营收2月 2月可能比较困难 天数比较少 3月以后假设 8500万甚至9000万到1亿 它马上转亏为盈了 那这个就是有一个期待 那重点来了 重点说它的毛利率 我特别去查了一下 近四季的毛利率 从今年的我们想说第一季 叫负的我们想说21 然后第二季叫负的13 第三季叫负的11 好第四季最新公布 它的毛利率多少 负6 那毛利率是负的耶 从21 13 11到6 但是它是加了5% 大家要这样子看 所以股价 你不是绝对出来就说 那个赔钱公司涨那么多 你要去看它的内涵是怎么样 那当然重点是 它07年引进的创建 那它记忆体 事实上过去不太好 但是最近来讲 记忆体慢慢夯起来 所以我个人认为 它是属于低阶的耐震股 来不仅低阶 典范的股价也便宜 同板股20块钱不到 但是昨天已经先发动了 这种股价怎么操作 好 这个就关键了 来 我们来看 事实上它昨天刚好是突破了新高 然后前一天这里有点上影线 所以你把这里划过来 大约在这附近 应该就是一个重点的位置 其实你用五日线来看 大约是差不多了 那你看 这个也是我喜欢的嘛 它日线就是一个多头排列 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周线图 你看到周线就说 哇 图形在还有这种股票 就是说这种就是 为什么它会这么低位接 因为它业绩还没真的缴出来 但是对未来的期待是存在 才有这个地方让你满 要不然早就到这个地方去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现在耐震股就是 未接低 拒转机 而且有缴出成绩单的 才是有优势的 好 我了解这个操作逻辑了 IC封测 看着喷出股 回头来做耐震股 同一个逻辑 还可以套用在哪些产业 好 重点最近真的很夯了 那重点会夯为什么呢 因为有华城这种股票 528块 你想说以前怎么想过 怎么华城520多块 那你看喔 像中兴电 像亚利是不是就跟着上来了 特别是最近中兴电就很强 那重点你看喔 华城它最近虽然是分盘交易 但是还是离史高非常接近 近一年来是涨了748 所以刚刚那个涨40%的算什么 这个涨7倍 那中兴电其实不遑多让 今年也涨了68% 但跟这个比起来好像差一点大 亚利配电盘变压器 史高拉回 涨了150% 也算是不错 所以这是重点族群 但是大家知道 如果说这个是属于喷出的股票 都在史高 但你去想 今年年底不是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蛮重要 就是电价省益了吗 所以电的东西会回头看 我倒去留意什么 耐震股的什么 台气电 你说为什么会讲台气电 你光这个前三期的EPS 除了这500多块的 赚5块多 这EPS好像差不多多 在前三期的EPS 那你看它是一个 1992年就成立的 大股东叫什么 台电磁股28% 这个肥水能够落入外人田吗 台电磁股28% 那一年怎样 它一年才涨33% 跟这个好像差有点大 像台气电只涨33% 那它是国内最大的民营电厂 叫森霸电力 今年大概下半年开始 二期开始运转 从1GW倍增到2GW 这个是很厉害的 就是倍增 而且事实上 它是最大的民营的电厂 那现在如果在电议审议委员 来看的话 电价当然往上走 那这些民营电厂 是不是怎样 未来是很丰厚嘛 那国光电厂二期 光看这个名字就是 我们讲国家队嘛 它也是国光电厂二期 争取台电 2025年到2027年的标案 那这个国光电厂 这是二期的 一期也有 所以台气电 它总共有四家电厂 那发电方式叫什么 燃烧天然气 对环境伤害是比较小的 所以你看说 这些电力概念股都往上涨了之后 那这种是属于直优的 而且如果你去计算它一下 它的殖利率算蛮高的 它殖利率 对 它每一年大概都配息率有到达九成以上 所以它的殖利率相对 你看这五百块一百块的殖利率 应该是比较低一点 你进可攻退可守 来看一下台积电46块钱 昨天出了一个大量 这要坚持没 好 这个就关键了 这个大量之后 我们讲说低点就是一个关键 所以你就把这个游标这个低点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 这个低点是不能破的 昨天低点44.9块钱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大量的低点 如果低点破了 代表这套牢量就来了 那你看 它其实也是怎么样 有没有 日线上也是多头排列 但是它的重点 我一样讲 日线看起来很漂亮 那指标的位置也提醒大家 重点在周线 为什么周线 周线是不是也是这个样 这个就是防震股 你要防震是你要主底 而且右肩有粗量 能够站稳多空的位置 那它可能未来提材面不错 前面还在加持 那它就有那么一点机会 重验股 一样的逻辑 看着喷出股 回头来做耐震股 当然的逻辑 还能套用在哪些产业 好 光通讯 光通讯最近喷很凶 喷最凶的叫这一档 这个叫上全 前三季叫0.2 但是我告诉各位 它已经公布一月份的EPS 还赔钱 它最近才公布小赔 但是你看它那个样子 它叫跨足CPU的光通讯 那为什么它那么厉害 因为它是唯一 我们说真的 唯一现在有正式在做CPU的 很多都是题材 你去它的一个公司的网 公开的网站 它有讲 它已经在做CPU 叫做现在进行式 所以你看法人都一直在买嘛 那它叫涨停 而且在史高 这个一年的表现 涨了将近四倍 那正龄是后期之秀 因为它营收很厉害 也是CPU连接器 涨118 创威 它也是涨130 这三档通通已经叫飞龙在天 但是我比较看的就是 第一档的叫什么 重达K1 你光看这个EPS 你就觉得 你敢对 这EPS这个股价 贪最多 贪最多 这个股价就最低 那这重达叫什么 光通讯的收发模组 加发射器 其实我们讲说CPU就两个 一个是封册 一个叫光通讯模组 那上全也是属于光通讯模组 重达其实也是 那离史高还有36% 它史高在127.4 还有36% 今年 近一年它是跌的 我觉得它实在是 有点可怜 今年是跌的 它有跟博通合作CPU的 供应光源键 那CPU的布局 坦白讲它是带开花 跟这个现在进行式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它的股价为什么落后 因为大家不知道 它这支火会开吗 如果开就有办法了 那今年的重点 还是在400G跟800G的资料中心 高速传输 去年获利4.51 那个光通讯的获利的机优生 所以原则上它也是属于低位阶的耐震 来看一下位阶有多低 说81.4块钱 最近好一点点 有这里有点价量起降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它至少 这一波以来 这里慢慢打出底部往上走 而且它这一路是属于过关展将 重点是 出量 外资在卖 但是它的量滚量有在往上走 这种股票你就是做一个反向思考 了解 好 谢谢盛姐老师 请先回座了 怎么样看着喷出的股票 如果已经获利到你的停利点 或许可以先出一趟 出了之后 钱往哪里移动 或许可以回头来找 同样的题材 但是股价不在天龙 而在地虎的耐震股来琢磨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谈谈 回答 回答自从公布了财报之后 股价还在持续的 在历史新高上面震荡 但是农历年过后 我们的AI概念股 很多都已经不行了 没力了 如果您手中 握有弱势的AI族群 到底该不该卖 怎么卖 今天前线独家教学 玉衡来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